立正 請你 請坐 各位 有聲音嗎 各位動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這個本來是我們的秘書長 林志士秘書長的口 因為他今天 但是 一早就等於大陸 他說他的祖墳 祖墳 在精修要前線 所以他一定要回去 他說三點 左右以前 他就可以回到我們家 參加我們的三點盤 去上 所以 這點盤盤 我來上這個口 我今天要上的東西是 我們台灣民政府 的國際關係 這樣 好 啊 這個 剛才有破碰的就是 文中 會秀出來 比較想像大家 可能看得到 我是在 這個東西 今天 上個禮拜 三個禮拜前 啊 秘書長說 希望我可以 來講這方面 啊 隨時我的專長是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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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經濟方面 對 對 這個 這個 我們的 台灣地位 和法理論順 是 這兩三年 兩年過 以來 可以說 比較 上課以前 就跟 秘書長 跟我們何日元 總督 這樣學習 而如暮然 就一個輪郭出來 啊 特別最近 差不多是 一個月前 我們何 何國文 給我一批 兩清空四年 秋天 秋天 秋天的 他一批文中 在 哈佛亞洲記憲 哈佛 AGM Quarterly 頂上那批文中 給我 打 就跟我們倫國 請坐 所以 我就 利用差不多 三天四天的時間 寫這個 演講 很高 啊 我們就 照這個順序 我在學習 這個問題 我要學習 這個領域 我要是在學習 不過 對學習 我得到很多 那個新的 是說 那個 我過去沒有 一些觀點 得到很多資訊 因為我在夏中間 也一直參考 這個 搜尋 很多資料 相關的資料 這樣 就覺得 比較有了解 就說 比以前 我個人來說 比以前 對這個問題 比較了解 所以我 按照這個順序 我就來 大家做一個補給 補給 補給中間 如果有什麼問題 隨時可以 拿牙手 我們來討論 我第一節 要說 煎熬 初期台灣面對的 國際形勢 是怎樣 基本上 要說這的時候 我就要說一段 歐洲的歷史 歐洲在這個 地理大發現 地理大發現 Discovery 這個 Geographic Discovery 那個 過程 以後 15世紀 16世紀 以後 以後 那時候 地理大發現 以後 最大的國家就是 Spanish Spanish 西班牙 西班牙 是最強的 海上 超強 就對了 但是 在16世紀 中葉以後 英國 開始 慢慢 英國 Elyzaba 女王 遺世 Elyzaba 這個 First 遺世 他 歷經圖書 他都沒有嫌 打拼 這個 帝國 用的修充 都很用 所以 75年的執政 45年的執政 文學 藝術方面 科技 我們都進步 經濟 都進步 建立 很強的 海軍 海軍 很強的 海軍 軍隊 把西班牙 打敗 所以 英國是 世界超強的 所以 他就在那個規定 一直 對外 對海外 一直在殖民 一直在殖民 開始在爭取殖民地 就對了 當然 小時候 他打敗的時候 他海外也有很多實力 像中南米酒 很多都是他的屬地 英國開始 就從北米酒去 北米酒 跟酒所的 非酒的所在 那時候 那時候 歐盧 要是農業社會 在 18世紀初期 1720年代 瓦特發明 城市集的 那時候 產業革命的 開始的時候 他們 經國 後期都是農業社會 很傳統 叫做這個 封建 社會 都城邦國家 還是部落 應該說是部落國家 就對了 都農業 那時候 像說 那個 貴族 都有一個城堡 城堡就是市中心區 城堡就是農業地區 歐洲經濟史 裡面 很明顯 是一個很明顯的 封建制度 所以 那時候 對於生產家 很多 人家說 人家說 裁縫師 不可以晚上做工作 裁縫師 一天 不可以做超過 兩歲的學美育 兩歲的三 女士這樣 不可以用雜囊工 不可以用 那個 孩子工 保證品質 數量 數量 不可以超過 數量超過的時候 價格就超過 因為一個 行費 叫trade 這trade 是幫你做很多規定 給你這個市場 供給跟需求 恰恰好 不可以說 供給太多 不可以說供給不足 所以我們看 很多童話故事 就說這個 這個 裁縫師的孩子 怎麼樣怎麼樣 還是說這個 那個 什麼 嗯 有一種 什麼 就是除了裁縫師以外 比較多的故事 就是 加米 或是說 加米粉 麵粉 加米粉 米的 那種的 故事 所以那時候 歐洲是很典型 傳統的農業時 欸 這個英國 這娘這個 這個 這個西班牙他後 他這個 那個 技術 工藝技術 跟 他的 軍事力量 就強起來 變成最強的 法國 在歐洲 算第一 竄起來的 強國 在西班牙之後的 法國是1770年 1770年到1779年的時候 20年期間 那時候就開始 怕重商主義 那時候 這個地理上大發現 一後就開始 使 那個 大家拼命生產 因為 被發現的地區 不然都 像那個 北美的人 都沒有三人生 所以 市場 很需要什麼 很需要紡織業 所以第17世紀 16世紀 17世紀的時候 英國就開始圈地運動 圈地運動 圈地運動 剛好圈地運動的時候 農民從 掛出 掛出 所以 離開這個農村 離開農村的時候 就要求生存的時候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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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去大工廠 就是叫紡織業 羊毛啦 紡織啦 毛紡織這樣 所以啊 我們看 17世紀的時候 英國的 這個 工廠就開始發財起來 土壽了 開始在進行 那種後來 是很榮豪的農村 1770到1790年 中間 一年 法國出現一個 財政部長 所以各位 我們將來做部長 一定要有這個遠見 那個財政部長 叫做 Colbert 法文當中 不是這樣 法文是 Colbert 但是 我們的英文 他叫做 Colbert 後面有一個T Colbert 他的全名是 June Baptist Colbert 這樣 他 採取 重商主義 學習英國的重商主義 大量的 他的農業補助 讓農業 生產很多 開始 對農業減稅 對農民減稅 讓農民的生產 增加 增加後就出口 出口後就開始發展工業 開始設大學 巴黎大學生 這大學就開始設起來 開始設軍事學院 設軍事學院 分農他的 兵軍隊 分農的軍隊 所以在那幾十年來 法國說 變成一個很現代化 建立歐洲最強的陸軍 然後 他之後就開始有拿破崙 拿破崙 可以出道 因為 Colbert 這個人已經 整個法國 脫胎犯骨 一個農業的農業社會 變成一個很先進 很進步 一個很強大的國家 所以 法國 在拿破崙的中心 哇 爭戰南北 統一歐洲 所以各位 如果看 聽那個什麼 比多芬的英雄 那個 交響業 第四交響曲 英雄 英雄是 比多芬很期待 有一個統一的歐洲 所以比多芬是典型的統派 典型統派 所以 後來 男朋友就失敗了 比多芬就很沒落 他就覺得很落寞 他的 他的既往沒有 但你們知道 比多芬他是 敵國人 敵國人是怎麼說 他希望歐洲統一 他覺得施鑰姐強大的歐洲統一 歐洲的心 他可能是 他的音樂意識就比較好 但是 我們知道 那時候 法國很強的時候 敵國要是很濃好 敵國有這裡 將近300個城邦國家 就是部落 部落 那像 台灣的西方 台灣的西方 和我們的黨部 農種很多很多部落就對了 不統一 因為沒有戰爭 但法國 開始在 法國那個 拿破崙開始在爭戰的行動 給那個什麼 敵國有一點壓力 敵國的壓力 因為 不知道他有什麼 他有奧地利 奧地利 奧地利在那 奧地利也是有熱慢族 但奧地利是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很統一的一個國家 地區 所以 跟法國分行抗禮 後來 拿破崙失敗的時候 整個奧地利那時候 就給梅特內出逃的時候 他就開始建立國際法 國際規約 國際法的規約 就從那個地方開始 那個地方 他就開始用什麼 用這個 結構均衡主義 來做事情 結構均衡主義 看起來 結構均衡理論 看起來 很簡單 簡單意思是說 我奧地利的敵人 我奧地利的敵人 就是 我到底 這個我的盟邦 我盟邦的敵人 就是我奧地利的敵人 我盟邦的朋友 就是我奧地利的朋友 這款的海市 這款有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 所以這個結構均衡主義 一直用 我們第二四世界大戰 都要成立 要成立 那 當然啦 這國後來 我們是 所以說 這國後變得很 共大的國家 因為 2870到 2890 已經 落在 那個 法國 在 萬法國一百年 所以那百年 那裡 整個 德國 承邦國家 裡面 他夭壽什麼 夭壽 佛雄並無統一 夭壽 很農業的社會 所以 早期在這個 1870年 1830 40的時候 當 李家圖 英國的李家圖 主張 自由貿易的時候 李斯特 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 戰將 主要 主將 德國 柏林大學 李斯特 這個教授 他就指定說我 德國不可以自己主張 自由貿易 我就要什麼 高關稅壁壘 我德國的產業 工業 才可以開始發展 德國才會變成強國 包括在武衣 在主張 高關稅壁壘 不可以 不可以跟法國 英國同樣 去行自由貿易 所以 他就開始發 這國的工業 Inventory Inventory 就是說 幼稚產業 開始發展起來 開始發展起來 所以一直到什麼 一直到貝斯馬的時候 他的 鋼鐵業 因為什麼 有爐爾區 生產鐵殺 鋼鐵業 就開始很強 鋼鐵業是什麼 軍事那個 這個 設施就是說 軍事武器的來源 所以 德國 他們的鋼爾區 薩爾鋼爾區 這些鋼鐵 跟鋼鐵 哇 倒起來的時候 變成歐陸最強的 普魯士 所以就開始變強 普魯士的時候 他也是經過三個戰爭 都贏 普華戰爭 普華戰爭 普魯戰爭 他都贏 結果他就 其他的承諾國家 樂意參加普魯士 變成統一的德國 所以 我們看說 這個強國的發生 不是毫然 一定要有金材 出來做領導 所以我 讀這個歐洲書的時候 很配合 很配合 這個 國王 一一三百 這個皇帝 女皇 這樣可以領導一股人 用人用到 所以 也是都 每戰皆節 三十年 建政到這樣 到那裡也是把 社群給他打下去 打三十年 跟法國也都贏 那時候早期 當然 法國要不強起來 曾經是 英國的修理 所以你要看這個 這麼嚴重 後來 德國起來 法國買起來 是一個大臣 一個財政部長 這樣而已 當然 皇帝 跟他配合 後來 我們看這個 Bismark 他可以建立工業 也是因為威廉一世 德國 法德里克 威廉 德國 這個 奧地利的這個 威廉一世的這個 國王 十幾期 所以他就可以 中逢 整個 本來是 駐外交代表 回來的 這樣 做首相的 他就這樣 做普魯士首相的 他就這樣 在征戰各地 鐵血宰相 就這樣出來 就像 建立一個 很強大的 德國 但是建立一個 強大的德國的時候 我們整個 歐洲的這個 國際秩序 已經大概 都建立起來 根據什麼 根據梅特列的那種 理論 跟他對 國際軍事的那個 觀察的那個理解 跟 定了一些國際規約 所以 德國 那當時 也這樣 建立國家 在 19 19 17 1914 發動什麼 第四世界大戰 好 第四世界大戰 出來後 我們整個第四世界大戰 結束到 1917 然後開始 巴黎合會 巴黎合會的時候 我現在要講三個人物 我這裏 講兩個 跟我們比較有關係 另外那個比較沒有關係 這三個人都參加了什麼 巴黎合會 巴黎合會 無聲在這裡 就是 凱恩斯 John Mannard Kens 凱恩斯是代表 英國參加巴黎合會 然後凱恩斯非常反對什麼 要求在巴黎合會裡面 要求德國有大量的賠償 他非常反對 因為這樣先讓德國阿爸的賠償 建立 一個新的秩序 一個德國阿爸的懷恨在心 果然沒錯 然後那時候 1917年就發 俄國革命 共產革命就成功了 所以在1919年巴黎合會 結束以後不久 那麼凱恩斯就到俄國去 因為他喜歡巴黎舞 然後他到俄國去考察 他說什麼 他不能夠接受 以一群知識 水準 相對低的農工階級 來領到一個國家 他覺得說共產主義 最後因為沒有什麼 沒有 一些有滴血分子來參與的時候 那樣的國家阿爸可能 有問題 類似這樣 他的結論是他不能相信 他不能接受共產主義這樣的做法 再來我們看這個 就是 杜律師 關鍵人物裡面 杜律師跟吉田茂 他們都分別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跟日本去參加巴黎合會 然後凱恩斯在1940幾年的貴姓 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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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左右就死了 凱恩斯 他對全世界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他在1936年出版那本 一般理論 有關就業利息貨幣的一般理論 變成 第一次的那個什麼 Great Depression就是大蕭條 1929年到1940年中間 要改割大蕭條 很重要的方法 理論跟策略要怎樣 他會影響非常大的 影響很大的 他就建議什麼 他後來建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他建立那個什麼 那個世界銀行那個體系 跟國際貨幣 IMF 這個體系之後 他就沒辦法過世了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 但是各位 我們跟我們的 兄弟孫說的時候 我們了解 我經常跟我的孩子說說 你若考試考得不好沒關係 凱恩斯 對批古篤一年的經濟學 就考文官考試 結果 考不及格 考不及格 後來變成經濟學家 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所以考得失敗 不是決定你的名字 他考不及格 但是他是貴族 他是貴族 他是貴族 他年輕的時候 他老闆 老闆 就對他的教育 非常重視 給他最好的 不管是 國中 初中 國中 的時代 一直跟大學 都給他最好的 人家要訓練 他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 像我們政府官員 所以去叫他去 覆文官考試 考不及格後 不好的時候 當然沒有落儲了 沒有落儲的 但是因為他貴族 所以他就取救 找印度 英國 在印度的殖民政府 財政部 去做工作 在那個地方財政部的工作 都很實務 我回來 實務 很了解的時候 我回來開始認真 他本來不是讀經濟 他的專長 他的專長 他的縮學 獲燃力 所以他的第一部分 就是獲燃力理論 他下節獲燃力理論 所以這個 如果有機會 我很希望說 大家 怕日子都可以看 凱因斯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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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很像是 他的整個求學過程 他們老闆 都給他頂住 他自己也很認真 很趣 對這個手法 和發展力 做得很好 後來 他在印度回來的時候 他開始都在寫什麼 寫財政的評論 給他文章 寫到有名 他預測 對什麼 對股票的市場 對期貨市場 也預測都很準確 所以變成什麼 不是所有 都要投資的人 有錢要投資的人 都要請教就對了 他自己也對這裡賺很多錢 賺很多錢 賺很多錢 所以 投資不是投資資 要投資的 對市府觀察 要了解 我是跟大家說 這段是 替我的話 就是我投資 對於凱因斯的過程 有一點 了解和趣味 所以就說 不能只投資資 一定要市府 就要了解 這裕羅斯和吉田茂 後來 那段時候 去參加巴黎合會 當然是 很年輕的 還在 比較沒錢 重點 這裏 但是講講講 在1919 1920的時候 一直到1940 就已經 幾十年了 當年25歲 最後45歲 當年30歲 50歲 正式成熟的時候 剛好擔當外交大任 外交大任 外交大任 我們就說 我主要在說 這兩下對 就是我們合約的影響 這兩下是有什麼影響 究竟的合約的主張 究竟的合約 怎麼影響我們台灣 這就很趣 我是對這裡切入 說這個問題 杜魯斯出頭的時候 是杜魯門時代 羅斯佛杜魯門時代 他做國務卿 國務卿的時候 當然是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 所謂外交的教育 是完全是 結構軍方理論的觀念 剛好 建後的時候 1946年 還有一個馬克思 馬克思 馬克思這個人 馬克思這個人 他剛好 當選參議員 他當建後的時候 蘇聯 台南 在帝國的時候 都在捏一些 學校 國所在的學校 都在綁架 綁架 在蘇聯 在鐵人做什麼 國防科技的研究 我美國看到的時候 開始自己說 蘇聯當中 怎麼這麼快的 美國開始 我在找人的時候 優秀的 一直有的 都沒有 去蘇聯 綁架起來 美國才開始 從村落的那些人 一直把邀請去 去美國 這樣 所以 那時候 美國已經感受到 共產勢力 開始在升起 另外剛好 建後的時候 中國的共產黨 也開始 去共起來 經過 蘇聯共產黨的幫忙 他的內戰 在中國的內戰 解決勝利 那時候馬卡錫 馬卡錫 他就在1946年 東山參議院 他就搭乘幾乎 要清查 所有 我們的公務人員 跟我們的民意代表 他卻不可以 沾染共產主義的思想 絕對不能夠沾染 共產主義的思想 你有言論 如果清向共產主義 就要怎麼樣 就要來查清楚 是不是你來拐 就是馬卡錫 什麼 那 杜勒斯非常強烈的反共主義者 反共的人物就對了 很強烈 起草這個救星的合約時 他就開始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對整個亞洲的壓力 所以他就主張什麼 建政結束了 對日本的建政已經不是軍事對抗 結束了他就變成Friendly Occupation 就說這戰友日本地區的心 是這友善的戰友不是軍事的戰友 然後他就建議說 美國應該跟日本結成堅強的盟友 共同對抗共產主義者 所以你看在這個開朗宣言的時候 羅斯福那時候要說 台灣要留中國要留中國 情勢變化這麼多 對中華美國去共產黨把他結束了 不可以走走走到這裡走到台灣 共產黨又聲聲反美 抗美援朝出來 所以恰恰和強烈的意願說 要來給台灣的地位 變成現實是這個狀態 這是 就像合約說 第二條 說日本只放棄 對台灣的所謂的 right 沒有假意識的 還有title跟claim claim是對財產的請求權 一般來說在經濟名詞上的結束 是這樣 所以就主張就對了 對財產的主張 對財產的主張 那所以齁 這是第一條 已經把台灣的地位 就定在那個地方 定在那個地方 那如果第四條 只有涉及 property 沒有涉及 sovereignty 第四條英文 沒有 suffering 所以 我們那個秘書長一直說 就像合約的第四條 根本只有談 在日本在台灣的財產 不是談 日本在台灣的主權 然後第三條 又很強烈說 美國是 第一個 這個 最重要的這個 佔領全國 所以 我們現在把回顧這段歷史來看 現出是台灣的地位 就是日俗美戰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那第一條我們說 軍事占領期的 1945年9月2日到現在 在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是什麼 就是暫時狀態 在intering intering這個 status的狀態底下 所以1945年9月2日到現在 整個把它看到 我們知道說 這個1950年6月27 杜魯門宣言 因為6月25就是 寒戰爆發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渡過亞歷江 渡過亞歷江 幫助北韓 幫助北韓 一直爬爬爬爬爬 爬到釜山 要求整個 中國的南韓都用 要求 渡過亞歷江 麥克拉斯怎麼摔 摔軍隊 在 扶山登陸 的時候 反攻 就拉鋸戰了 打到北韓的時候 麥克拉斯本來要打 東北 杜魯門 反對嘛 麥克拉斯還要用 二三十個 原主黨 要去打 中國 等到中國的 西齊跟蘇聯 那個 美國 杜魯門 也反對 所以 這是 杜魯門 說說 台灣地位位定 台灣地位位定 他又加了些什麼 他說 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地位要單 亞太地區 西太平洋地區 他的國際秩序 國際安定 安定下來 完全都 創作得很好 寫了 才由聯合國來做決定 由在這個 台灣議定論的 那裡有 加上這點 但是 日後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聯合國 還是美國 他會說 我這麼有 台湾的時候 就已經 那時候你還沒聯合國了 聯合國是在 1940年開始 1940年的 10月20 那天開始 所以 所以 建進行 或是即使 1945年 1945年 10月20日開始 他說 我 我 台灣是 1945年的 9月 切日 對 美國軍事佔領區 在台灣 佔領區 漂海 漂洋 所以 說起來 美國當然會說 聯合國 如果要更強 聯合國不應該干涉 我 對 台灣的 簽 我們來看 古新的法 裡面 我告訴你 1945年 4月2月 這個 國民黨 常說 台北海 在1945年 4月2月 真正 簽了 但是簽它 是八月青蝦 不是在這個 如果要說 要說青蝦才有蝦 所以也是 古新的法海 比 台北 日華台北海 那些 那些 是四四月二月 那些是八月青蝦 啊 當然 那個 古新的法海 在簽的時候 在古新的法海 這邊 日本跟台灣美國 也是在這裡 在簽 但是真的 信號是在後面 要說用信號 但是 中文說 都要把他的 簽好 那天 把他放到四月二月 好像 像說 台北海 比古新的法海 比較小 沒有的事情 台北海域 會 會簽 經過都禁止什麼 古今山海域 所以 所以 是控制在九星合一的範圍裡面 在說的 所以不是最重要的 就對了 我一直 這樣存在 到一年 一九七十年的時候 一九七十年的時候 因為經過 形勢的變化 那是時代 一九七十年的時代 因為美蘇對抗 兩戰這麼久 兩戰這麼久 那當時 Kissinger很明顯 Kissinger 他是經濟 摩根索的理論 摩根索 摩根索 是那個 Kissinger當代 1970年來 最有名的 國際法學的教授 哈佛大學 那一代 我在台大讀書的時候 整理那個 國際關係 都要讀摩根索的文章 摩根索 跟那個 Kissinger是同事 Kissinger跟摩根索 他們的觀念 可能都差不多 都要什麼 要用軍事 採取軍事主義 就對了 所以他覺得 蘇聯 哪像武力很強 美國壓力很大 所以 Kissinger很希望 所以 咦 怎麼把中國 給我們這邊 讓中國跟蘇聯 蘇共 跟中共 不要那個密切 狗狗起來 這樣我們壓力很大 所以 就開始 乒乓外交 就開始 乒乓外交 就開始 跟 Kissinger首先 去跟那個 做婚來談 談 建交的問題 談 交往的問題 這是engagement 的觀念 engagement 就像 與人共舞 咦 我自己是得罪的 但是我也是要自己 touch 這個東西 就變成說 跟歐洲 歐洲很明顯 傳統古典的 結構 精神主義 我的朋友 我朋友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我一定要跟他交往engaged 我的朋友的敵人 一定就是我敵人 我絕對不跟他交往 那是很絕對的 但是 二十世代代人以後 因為經濟 國際經濟的 那個關係 大家都想 在國際經濟上 體力富康的 對自己的 國家的發電 經濟發電有幫助 所以的時候 另外就是說 希望自己 國家的軍事 的壓力不要太大 所以 有這個關係 傳統的 國際 或者 結構均衡主義 結構均衡的 理論 已經漸漸有一點點改變 就是說 我可以跟朋友的敵人 做某種程度的接觸 這就是 與人說的概念 我可以做某種程度的接觸 但是沒有超過 一個特別的範圍 我已經違背我朋友 我跟朋友的共同利益 這樣就不行 所以 他就開始到 中國簽 發表什麼 上海公報 上海公報 他說 美國方面 得知或者認知 你 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 都要 只有一個中國 都承認 都認為 只有一個中國 我認知你這個要求 那麼另外就是說 我也認知到說 台灣 是你 中國一部分 認知 哇 中國跟 跟中華民國的這些人 所有中國人說 很高興 美國承認 台灣是 中國一部分 在中國的網站上 中國文字上 都這樣說 世上沒有那個事情 國際上 不認為這樣子 國際上 在英文 所以為什麼 漢文 漢文化不進步 不會變很強的國家 因為漢文文字 就說 愛命不明 誰在你改成 但英文是非常確定的 認知就是認知 承認就是承認 承認的英文叫做 recognize reco reco gni 動詞 承認就是 recon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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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遠了 中國一直跟你們一起臺灣的 臺灣民國也一樣 舉例說明 今年過年前後 之前 胡錦濤去美國訪問 那就是寒假期間 訪問後 他們有發佈 共同聲明 來到臺灣 共同聲明 說出來 歐巴馬已經更近一步承認 臺灣是中國一本 臺灣的報告都在下 大家不知道要注意嗎 我們中央人間 我有一個 朋友 他到美國去 上ENBA 一個寒假 他回來看 說怎麼這樣 我在美國看到報紙 英文報紙都沒有這麼說啊 都沒有說歐巴馬承認臺灣是中國一部分 為什麼回到臺灣來 臺灣的報紙都這麼說 騙我們臺灣人 所以你看看 就是這樣 這個報告來看 這個東西是公報 上海公報是公報 叫做communic communic 不然 你還要加一批 是法文 所以 這個 這裏底 他說 這個不是條約 因為條約需要什麼 參議院 國會的通過 才算數 只能是同一個什麼 Civil Affair的這個Agreement 民事的這個 比如說這個認同書 在什麼 在這個佔領法裡面的一個民事的這個什麼同意書而已 民事上 我做一個行政權 總統是有行政權嘛 我行事上 行政上我可以跟你說 這是因為民事問題我就這樣講了 但是最後如果要跟台灣認同說 台灣是你中華一部份是要什麼 要有正式的手續 一套法律程序 如果是法院宣判 就是國會同意 才有勝利 才有效啦 結果中國不管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這樣軒然說 台灣就是我們的一部份 這樣 所以你看這台灣人也要認識清楚 經過7年的 這個宜蘭共和國 宜蘭共和國 有那個中美建交公報 中美建交公報一樣 美國 承認 PLC政府是中國 唯一合法的政府 然後就說 我跟 這個ROC 中止政府政治的關係 但是要補充什麼 政治文化的交流 這樣 這樣而已 然後就說 不要在亞太地區 有什麼稱霸的行為 這是 1979年1月1日 中美建交公報裡面說的 19年4月1日 制定什麼 國際關係法 國際關係法是經過什麼 美國國會通過的 變成美國的國內法 也是包括 應該包括是在 一個憲法體制裡面的 他就說 任何對台澎地區的 非和平手段 這裡有什麼 過 過 過了 對亞太地區的 安全跟穩定 都具有威脅 所以 這個 這個美國都會 嚴重加以關係 就是台灣關係法 當然這裡有包括什麼 對 ROC的 軍售問題 軍售問題 再來到1980年的時候 雷根 因為那時候 有 之前有 八月中間 要跟中國 還簽一個 公報 所以 他就 在這個 七月中的時候 他就說 有六個保證 六個保證 六個保證的時候 他就說 美國 不會設定 到 那個 當時 要結束 對 ROC的軍售 第一點是這樣 第二點是說 美國不會 這個因為 對 ROC的軍售 就來跟 PRC 跟中國的美國 去協商 這都用英文說 比較清楚 第三點是說 美國不會介入 ROC跟PRC的 調節 他們有什麼爭端 或是說 要和解什麼 我不要改善 美國 第四個 不會改變 不會修改 我的 那個 台灣關係法 前後 第五個說 台灣 美國對台灣的主權 不會改變立場 對 重申一下 我用英文我插手 就說 美國 還是認知 所有的 台海兩岸的 所有中國人 都只有 承認只有一個中國 同時也知道說 欸 你們主張 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 你說 美國 並不改變 這個 並不去 幫你 挑戰你這個立場 That's not challenging that position 你們主張 你們主張 跟你看看 我都沒有幫你們挑戰 這樣 意思是這樣說 第六點 就是說 美國不會迫使台灣 這個時候就用台灣 以前 以前都用 OOC PRC 第六點 他說 美國會迫使台灣 跟 China 進行 談判 這來天文字上都有 現機 感覺上 再來就是 八一七公報 一樣 一九八十年 八一七公報 重申 中美兩國 中美兩國 在那個經濟文化 跟教育科技方面的交流 重申 前面兩個公報 就是說 那個 三個公報 跟建交公報 那兩個公報 管理台灣問題的主張 我也是認知 我也是認知 就是這樣 再來就是說 第三點他說 美國 美國方面 要 減減減減減 對 台灣的軍售 當然 如果中美兩國 都要照的時候 他不用對台灣的軍售 反正他要來保護 我們就了解 了解是這樣 再來就 一九九十年 有一個九二共識 當然 他說九二共識 極具爭議 你就說 我沒有 我沒有跟你說九二共識 他說 這裏這裏 在英文的那個紀錄裡面 有說 說一九九七年二月 中華美國就有一個國家發展論壇 國家發展會議 不一樣的政黨派人去參加 這個國家發展會議 管理台海涼法官的共識是什麼 中國只有一個 這個中國是一九一一年 建立的ROC 一九九二年 這裏不對 這裏是一九九七年 一樣 一九九七年的時候 一九九七年八一號 再來是一九九 一九九七年年底 這裏不對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這裏不對 照搞錯了 這裏所在是九七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海基會 海基會跟海協會 他就 他就開火了 在香港開火 開火 開火 那種開火先 就說 中國那邊就說 海協會 就主張說 中國好像坐在那裏 中國那裏就是 一九四季年十月初 會建立 批爾西 他就說 通院以後 兩院通院以後 你台灣會變一個高度自治的地區 就對了 特別行政區 你知道嗎 特別行政區 就拿香港 到那裏你也是 你也是 你也是沒有效 自己也沒有做自主 這樣 接下來到1998的時候 比爾克林頓 他就有一個 3NO policy 這很明顯 跟我們台灣的公司 他說 第一 在聯合國裡面 沒有台灣的喜次 他說 台灣不能叫做聯合國 第一 沒有所謂的 兩個中國政策 No to China policy 沒有說 我會支持 ROC 這邊 我跟ROC建交 一個中國 這邊秀一個中國 你們就是一個中國 這樣的意思 第三就是 台灣不能獨立 No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這很明顯 這告訴我們台灣人聽 但是 說這裏 背後有這麼一個 國際法庭 我們聯合論事 這麼多工 這麼多東西 去了解 那日本人 學者 如果不是拿這個東西 來做研究 也不會深入到詳細 我們的 林秘書長 和何瑞允 他們所謂的東西 非常細膩 非常深入 明白的 很明白 很明確的 把整個過程 這個國際法裡面 每每每每每每每 都把它吹出來 都把它分身 分 調分履溪 這樣做得很清楚 這次 這個北林倫國出來 人家就很清楚 說 日暑美戰 在什麼 特別說 古年高的設備去 去華盛頓 參加 集會之後 拿這年的相片回來 美國就很正式的 或者很具體的 跟我們說 你們台灣的地位 就是日暑美戰 這樣 啊 真正的 真正的 我們的研究 包括可能有 踏出這個問題 但是 有人要承認嗎 美國如果把你負責 你也很討厭 欸 結果美國跟你說 明確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很清楚了 回來後 那個 華盛頓的言論上 就說 台灣是日暑 本來 那你想說 欸 美軍占領 當然是主管給美國嘛 但不是這樣 就是和他 是一個 懸空割讓 是跟美國軍事占領而已 主權還沒有割給他 因為沒有 沒有白紙 黑字說 我日本的主 台灣的主權 我送給你美國 你是跟軍事占領而已 特別是1945年 4月1號 是台灣已經併入日本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一部分的時候 美國不可能拿到台灣的主權 是這樣嘛 根據 1830年 以後 國際日系和國際法的 慣例 他是一個 日本這麼有主權的所在 變成日本新型不可分割的 土地一部分 民眾國家來占有的時候 不可以 因為這樣 就 變成他主權在家中 第二 說什麼 日本跟美國簽一個 學約 學約說 我台灣總是掛給你了 但沒有了 我只是放棄 並沒有給你 所以 所以這個很明確 我們在 我們秘書長的演講裡面 常常聽說 中國 對 前幾年開始研究 國際法之後 漸漸漸漸就知道說 他對台灣完全沒有 claim 要求主權 要求台灣 是中國 一部分 固有領土的一部分 沒有這樣說 從去年 到這時候 都沒有聽他這樣說 真白 中國 也知道 他現在平衡 承認 台灣 他無關 這樣 所以我們看說 所以有一個人說 201年的傳聞是說 在美國 在美國的 安排之下 中國的 習近平 去進展 日本的天皇 他說 你 台灣是不是可以用錢 來賣了 我現在已經 靠錢了 我要存在三條 所以 你如果台灣 是不是可以 苦力來賣給我們 天皇說 我們 日本皇家 日本皇家 將來都不買的東西 我這樣一股就回去了 我想說 這個 我們等一下 等到什麼 危機解密之後 就真相大白了 我們才是跟他說 傳聞就好 這樣 所以可見 中國 他說起來 他對台灣這個土地 是念之在之 他在想辦法 要來把我們 加油台灣 當然 他可以這樣 他一直想說 跟中國人說 所以西來人說 西來的去年 他說 在中國共產黨 一直騙中國人說 台灣是他的一部分 然後 在台灣的國民黨 甚至 民進黨也參加再來 說 台灣人都是中國人 一直說 美國生前 什麼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這樣騙台灣人 不過我們因為 聯合論事一直跟我們成立法理 政府跟我們民政府之後 這個鑑鬼就一一改動破 這是我們目前 到目前以來是最成功的地方 這個鑑鬼 不管是PRC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鑑鬼 共產黨的鑑鬼 還是國民黨的鑑鬼 還是民進黨的是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現在是鑑鬼 我們也把它撞破 所以這就是我們 到目前為止 我們覺得很欣慰的地方 很欣慰的地方 說到中國的外匯存體 我經常在英國說 它有三條外匯存體 在經濟學的觀念裡面是垃圾 一個一個統派 他人中華很強的 三條外匯存體 可以跟美國賣起來 我說沒有那個事情 美國也不可能給你賣 我說美國一個印鑑 你三條沒關係 我再印三條給你 我再印三條出來 流通了 看你會倒了不會倒了 我怎麼會這樣 我說真的一個國家是 強還沒強 不是看你有三條五條的外匯存體 是看你的生產力 生產力 生產力 productivity 特別是勞動生產力 我人家美國 研發成功的一個parts 零組件 拜託你來做 賣一百塊的時候 他賺九十九塊 你賺一塊的工錢而已 你是多強 你科技也不夠強 學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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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多 掌握人 我也聽過 我們何瑞園 何國文講 中國 它的石油存量 一禮拜而已 一禮拜而已 我如果是把馬六甲海峽 把它封起來 讓你的那個 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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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的海峽 起到你的中央的時候 你就倒了 你要怎麼撿 你要怎麼撿 很明顯 所以 他這個國家 我們人對他眼望太多 整個環保環境保護 都沒有 有炎髒氣 人心也都黑了 人心也都黑了 偷想騙 無說不及 所以 台灣人 好得知 我們 他們都慘不高 水不勞 再來我們說 民政府的國際關係 我們 先來說民政府的成立 2006年的10月24 我們的秘書長也有 跟大家報告 很高大 就來駒美國政府 這駒所進行也太用心去想 要怎麼 用什麼主題 因為什麼 沒有人民駒政府的 他在那裡說 行政上有犯罪 你是行政訴訟可以 現在是駒美國的那個中央政府 美國總統的 要怎麼駒 他有把你害到 沒有 你怎麼駒 所以 經過 相當的訴訟 用人權這個問題 為主題 對什麼 對我們的國際法 國際法 的觀念來講去 就是說 對1945年 8月15日後 日本導航 你 美軍就接到台灣之後 誒 你為什麼 民主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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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姓姓的政府 那就是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府 是一個劉鳳政府 他可以叫做 Chinese comer 台北 但是不管 民進黨 還是國民黨 都用這個在騙 都沒這樣說 我去說 Chinese 台北 就是劉鳳政府 只說一次 說一次而已 去年說一次 他就 反抗拳說 喔 台灣政府是台灣政府 那這樣台灣民國 去年十月說 台灣民國是劉鳳政府 台灣民國定義台灣 台灣政府就是劉鳳政府 變成這樣 所以矛盾 互相矛盾 不管了 我們在這個 這個 2009年 他四月設一個 所上 可以說大獲全勝 然後 他第三點說什麼呢 說 本土大人 本土大人 他叫做inhabitant 歐台灣 inhabitant 歐台灣 這六十幾年來 因為美國 跟中國的 非常紛亂 愛美關係 失敗 本土大人 生活在 政治 聯合中間 對美國 為了要用 台灣來 牽制 中國 用 跟台灣的 人權 犧牲掉 這很危險 所以 這個 打掌 這個我們說 是很優利的 在 2008年的 3月18日 經過 25日 辯論了 我們就覺得說 欸 改正 不會輸 不會輸 所以在2008年的 5月2日 我們依照 軍事證明法 來 行立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第一次主席 就是 陳仲母先生 陳仲母先生 歸季 歸季中華民國的 示範人 副引領 當然 後來 有一點問題 所以 美國方面 建議說 交換條 請他 請他 露營就對了 啊 我們的 現在 在 9年 4月25 在 洪秋南路 那個台電 台灣電力公司 一個 會議廳 我們教開一個 全球 法利結國會 的代表 我們法利結國會 總會 總部 是在 古今 在洛杉磯 美國的洛杉磯 交集全 世界代表會 推派 做美代表 再過期 我可以告訴他 這個 這年代後 我們台灣 怎麼 中華民國 反應怎麼 日本怎麼 美國怎麼 怎麼做 這個比較詳細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把他 創 比較詳細 這樣 齁 這是沒有 打個表 我這個 我叫做你 我們太太的助理給他打個表格 比較分開 要不然他可以做我做同學 所以在四月 五月前 我們就認明第一位主委代表 七月十四 去年的七月十四 我們的主委代表是掛牌 銅牌 跟美國那種的 官方的黨的黨的 那裡是挖線的 用英文寫 台灣民進府的主委代表處 九月七月 有基盤主委代表或是成立的 主委代表處生立的九月 我參國務司 要想去 有人 政治人說要去不去 也不知道 他很後悔不去 我兩個有去 所以 參加聖台的九月 我是四人 參加聖台 圓圓圓的九月 美中不足 就是說 我們那ivas陳受律師 在十五分鐘 不到二十分鐘 的燈港裡面 他用十九 而且聖iful 不是允鑽 所以他就會做到很辛苦 旁邊站著 兩個傅置石 和所有代表 跟謝振緩先生 啊,我們何君 美國人英文那麼老 也不站在那裡,也不說話 我都很無知 整個安排,我都很貴手 這是第一個遺憾 第一次的,比較危險的就是什麼 我們的郭代表 第一天 有兩個中國 中國了 因為他的房間,說兩點,不知道說什麼 因為美國做事很小心 他派CIA的人 像我們住的理貫 比較久的 我們住的理貫很久,但是環境很好 也都派人去跟我們看 我們跟什麼人亂不亂 他在世紀飯店也派人去注意 我們住在那裡什麼人 他的行動嘛 他看到說 他有中國 走到那裡,他的房間說兩點 不然 那一夜 公務司,你把他家庭的身上 或是家庭工 拉著就知道了 我們秘書長 可以說很果斷 秘書長很果斷 誰給他面子 馬上指派 我們的 主美高的副主席 副面法先生 接任 主美代表 快刀斬亂嘛 我非常配合 沒有 都沒有事 先把他換掉 這些 追問 介紹人 陳陳光先生 陳陳光 陳陳光 在那裡 沒多久的時候 我們的國代表 他在網路上下 他說 他是 符合謀殺 民政府的代表 各位知道 符合謀殺民政府是誰 蔡林貴先生 在煩惱 符合謀殺 民政府是 蔡林貴先生 在煩惱 所以我們就要去追求 說 蔡林貴先生 後面是什麼人 什麼團體 幫他支撐 蔡林貴先生 自2008年以後 在立法院 季蘭路那裡 有一個土地在那裡 搭 搭一個盆子在那裡 在那裡 靜坐示威 甚至有時候 會辦一些活動 是怎麼不去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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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如果不是有三 如果沒有三牛鞋 不可能一牛鞋 我經常說 我們本土的人 要插政治 要有三牛鞋 你如果沒有三牛鞋 不參加榜牌 不參加政黨 後面沒有後口 你要一牛鞋 這樣吃到過過 甚至身敗名列 是誰 刷定規先生 一個高雄 到我差不多 可以有這場這麼大 我在外面 聽了很多人說 他很配合刷定規先生 我都不敢說話 你會知道 他一定有三牛鞋 這個三牛鞋 誰會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看 我們的國代表 是這樣的 到現在他一直接到他的 文獎 一直對我們做批評 所以 這是很可笑的說 就是說 我們去年到處 發生這兩條小瑕疵 不過 正面的就是什麼 美國有來的單位派人來 派人來 派人來參加我們的集會 而且如果 我們也盡量跟什麼 裡面有一些地庫的 學者 也有研究生 像我 派人福晉大學 我有一個學弟 派人福晉大學 派人福晉大學 派人DC 有一個校區 那個校區 就是國際政治學院 國際政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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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一個學弟 他就跟他問 聊起來 你是哪裡的 研究生 他說 我Size 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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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AI 就是那個 派人福晉大學 國際政治學院 School for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y 國際研究學院 School 就是學院 Advanced 就是研究 研究 研究學院 International 就是國際 Study 研究 所以 我是Size的 研究生 他就跟他說 他就說什麼呢 你們 台湾人已經有一個民進黨 完全代表台湾人 你跟國民進黨選去 這樣就好啊 中央民進黨 提起 一直傳下去 就好 怎麼又做一個民進黨 我為了他跟他 跟他說 他了解了解 你說我很好 來來來 說有一個 國會智庫的主任 聽 要帶他 跟他聊天 我利用很悠閒的時間 7點 像7點半開始 到8點半 那點鐘的時候 我就聽不下去 那15分鐘的 聽不下去 聽不清楚 我想不聽 我用那個時間 去跟大家打交道 8點半我就要站到外面 送人客 你看我 要出門 要離開了 他們聽不懂8點半 他們就覺得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站在那裡 把我們宣傳品 一分一分 拗呼 人出去 把水道車送去 我送到樓梯 送到電梯 我一個人在那 發路加工會 所以我盡量利用 那點鐘的時候 跟很多學者 跟一個巴基斯坦的 政治發展學教授 跟我的學弟 還帶我去 近一點 近一點他的朋友 國會 國會 國會助理的 就是那些 那些 跟他們交換意見 所以我是收穫良多 我在門口 看到 有一個 武法官 有 南市CIA 就是國風部的 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記者 要把那些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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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非常低調 我知道一定是 最重要的 外公站在參加 因為我們 那時候 還不亮出來的時候 所以 到我學妹回來的時候 我來跟我們太太說 欸 有一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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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看到 五六單位 那個 那個 政府的官員 政府的官員 來參加 我就這樣跟我們太太說 好像不錯 當然是 增加他的心情 他也經常說 有可能 有可能 跟一般人在說一樣 然後 那些人找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調避什麼 我們的 內閣 內閣 感覺上就有最重要 當然我 零力不夠 但是 林志生 我們秘書長沒有企業 叫我接內閣總理 這個委員 其實我 資歷不夠 我是很希望像 這個 丹東山 他來這裡演講之後 也說會希望他來 到三天 內閣總理 給你做 類似這種 或是像羅浮泉這種 來給他做 比較省一塊 我比較不省 因為我做產 不去特區做產 特區之後 也是做產 比較省農夫 比較想 比較不省一個 做大館 所以 十一月切內閣成立的時候 也不錯 再來 但是 今年的二月切後 就開始 有一個 公民全力法案的審查 有參議會 前 或是 昨日 我們秘書長說 我們公民全力法案 大概 近幾幾幾歲 水上才三五歲 譬如我們這十個 核心 在台北有十個 核心的人物 核心的同仁 同心 都 一個月聚會 一會兩次到三次 差不多七點開始 討論問題 討論到差不多 十點 甚至到十一點才三歲 因為 參議法案 中的這件 大家要感謝 爭援起草 我們的 法務法務大臣 爭援起草 這個公民全力法案 起草後 我們就討論 討論後 經過兩邊的修改 第三次 他送到美國的時候 美國家 這樣可以了 所以 他在把我們基督 因為我們 一切都按照什麼 比較現代化的 法務觀念 來講這個問題 全力以後 要講清楚 流氓 臺灣的中國人 不是可以馬上變成公民 但是他們可以 從這個所謂 只要他們是良民 良民 證明說他們是屬性 要臺灣 經過 鄙視和口視 比起就是什麼 要靠什麼 靠台義 看是你要選擇 郭樂圍 客家圍 還是原住民圍 哭湯 然後要哭 臺灣歷史 臺灣地理 沒有現在很多人 不知道臺灣歷史 臺灣地理 只知道中國在 地理中的歷史 那一部分 近代史都傳傳片 這是不對 所以哭起後 通過 哭起 然後哭起就是什麼 看他講了對不對 再來就是要選擇 面對我們的國旗 我們將來一定要有這邊 我們臺灣國的國旗 就是子弟 我們也要有一個國旗 面對我們的國旗 選擇 說他要忠於臺灣 他不能說 他說他是 你忠於臺灣 然後想說 忠於臺灣 心肝在想中國 這樣不可以 將來他宣示之後 所以如果他的表現 是在忠於中國 我們就要開除公民權 變成 他會被打罪 打罪 所以大家看 我們一步一步來 到今年的時候 我這個段連累 今年的七月二三 我們正是 任命我們的司法大臣 林永成先生 來擔任司法大臣 因為我們將來 在這所在 要設一個軍事法庭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行政 立法 司法 都已經 有設計 這樣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政府已經 算起來算 不算 環境 也已經有一個雛形 有一個 形態出來 所以我們 從九年開始 就在中逼 就一直找人 找人 國所在去圓港 我的一組人 就是 我 和睿遠先生 林秘書長 三個人 去我們圓港 去台中圓港 去台中公軍的地方 去這個 台東圓港 去保養 這樣 港 這樣 沒人交完意見後 去選擁 我們的論事和主張 反應都不錯 所以 如果去圓港後 很多人都會來參加 這個 演習會 比較有體系 因為我們出的圓港 都兩點鐘 兩點半鐘 三點鐘 這禮拜 要去鄉村 他跟我們 拜三點鐘 兩點鐘的時候 我都開場一下 開場 只要說一十分鐘 相機三十分鐘 我們 和睿遠 和睿遠 他就說一十分鐘 還是三十分鐘 春一點鐘以上 給我們秘書長 去說一些 法理論事 比較詳細 另外就是說 法理論事 我們台灣現出席 和美國 進行之後 什麼停桌 和日本福東的情況 如何 所以很多人很想聽 聽到 說 無翁飛來走這座 我還記得去藝蘭那邊 下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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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年事實界 很感謝 一陣zen 我們林州長 林長起 幫我們幫忙 很 американ 還有秋風 都是主要幹部 還有尤老師 都很感謝 然後 台中在這個 高雄 高雄生成立 在今年6月17日就成立 祖母成立大會 我想 秘書長也有去 再來 台中就成立的時候 聖大舉行的場面 很好 在一個教會孤行 然後有 唱聲詩 再來 牧師 講道 還有祈福 不是說祈福 這是什麼 那個公牧師 助導 助導 十度 我覺得很好 很感心的啦 我聽得很感心的 所以我才說三分錢比較沒有 我可能說兩分半錢 我講很長 因為我覺得時間很無 我常常有講話的機會 既然有大家去講話 所以我說差不多無到三分錢 我就結束起來 台中就那邊很溫馨感人 我們希望將來 國所在 聖立大會的時候 都有這種 唱聲詩 唱歌 有這個 牧師 牧師 哪像美國這樣 哪有牧師 來祈禱 來做祈禱 來做祈禱 這種 我們不要看見宗教 我們看見一般的政治 就是一個進步的社會 進步的國家 因為大家有感心 精神想要把它統一起來 要統一起來 要統一這個精神 就需要有牧師 來幫我們 助導 對 正如說 我們在開幕的時候 要講幾個話 實際上 我在 拜五 晚上 那個點子是不必 我請到二十分鐘 我就可以 是像簡單 一個精神的 一個 講話 那麥師長說 萬一你做 你講那麼多 包括精神講話 你講那麼多 所以給你五十分鐘 結束也一樣 不要請到三十分鐘 那也是精神講話 這很重要 你看我們 台灣的這個 政治 在中華民國統治之下 都沒有這樣做 沒有這樣做的 結果 都亂七八十 你宣誓 那樣的宣誓 做的不一樣 宣誓跟做的不一樣 明明說他是不是要台灣 要台灣衝衝衝衝衝衝衝 衝衝 結果做所有做所有 都是從中國去 把錢不愛中國 把政策 都挖中國 讓中國去 富康的 解決中國的困難 不是解決台灣的困難 這就是不對 所以我們目前 有兩個酒 已經生立 再來我們 他一邊 最大的 這個活動 就是去 日本那個 靖國神社 全國神社 來參列 參拜 當時也去 跟天皇祝術 這樣 現在是 該生存 七八的名字 五六的名字 有要去的人 關鍵 來補名 先扭 扭你的身材 跟他做社長 這樣 希望說 這個禮拜 我們都會把 那個名字都補貌 長到長位置 剩八的人 這樣 所以我希望今年 要有人 今天要有人 扭成功 又把那個 潘信仙 交錢這樣 那不然我們名字 後一大一要一期 名字後一大一 我也覺得很興奮 有四十多個牧師 長老教會的牧師 要來這裡接受我們的 庫庭 我們的演習會 這是很令人興奮的 但是怎麼說呢 因為牧師 經常都每禮拜 跟他的 那個 那個 教導 在悔悯 在溝通 所以 他來聽完 他可以把 我們所說的論述 我們所做的 工作 來 很期待 來幫他做選擇 所以 這是 我們大家高興的事情 所以 明天 我都會在這裡 來跟這裡的牧師 來做交通 反映 這次 現在在這裡 我們的學員 如果有趣味 我先來參加 先來參加 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事 我們這場 要去日本這件事 是 可以說 對國際 把拋 我們的名聲 抖起來 我剛回來 我們分好的人 要不然各親的人 聽到 還是看到 他會去想 可以暈去暈 用腦筋來想 這年要重要的 主題跟健康的大事業 大事業 大事 我們希望這樣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時候 這個階段 我們沒有媒體 我們也沒有電視 沒有電視 沒有電視 所以 我們在網路上 這網軍都很辛苦 很認真 不是沒有成果 成果 成果也很大 但是我們希望 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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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這兩年裡面 就能解決 共和美國 在台灣的問題 我年輕的時候 最大的網 就是說 有一天 要把國民黨 換出 台灣 甚至有一天 讓國民黨 在地球消失 我第一的網 差不多在那裡 是怎樣 他們 如果當於金毛媽祖 他可以存在 當於中國 他可以存在 不用在這裡 把我們 努力 我做了 結論 這個結論 是說 台灣要是 一宿 這是這個法理上 但是由美國來 尖尼中 軍事尖尼中 政府上 現出是台灣是 台灣美國 立法政府 代理 美國軍事政府 來尖尼中 所以目前的地位 我們是 一宿 尼中 台灣美國 順手 是給我們殖民 因為給我們殖民 台灣人民 跟我說 就說什麼 台灣是我一部分 所以這是 完全錯誤的 台灣 台灣人 很衰 求 這個 中華美國 求中華國民黨 代衰 加一些麻煩 不過在 我們那個 秘書長 聯合論述 環環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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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租款的主張 可以 鐵鐵 把他租掉 尤其是什麼 我們對 兩千空隆年 鐵出過所謂 對美國鐵出過所謂 有 剛才我說 文化台灣人 沒有國籍 文化台灣人 沒有共同 世界共同人 共同的 共同 那些人 生人的 政府 文化台灣 生活 六十年 六十幾年來 生活在政治領域之中 這正義很小 另外還說什麼 美國 行政黨員 有義務 替 原國 原國就是 我們 秘書長 合作原因 三年 兩百十八的人 該割 引現出息的 人權問題 這樣就很明白了 你看 我在說 這很明顯 跟世人 跟所有人 說說 流氓 在台灣的中國人 是台灣的 占領 本土台灣人 是比占領 所以 歐斯 跟台灣 是 存在什麼 占領跟 比占領的關係 基於 占領 無遺傳主權 的軍事占領法 的規定 本土台灣人 平無義務 為占領 做兵 到什麼 六歲 所以我們如果說 讓我們 顧美國顧到頭 顧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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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我們去海 海洋法庭 顧中華民國說 你就要 我做兵做一年 看要花多少錢 要給它賠 有的做三年 有的做兩年 殘的工作 放著 去做兵 這要怎麼補償 這要給它賠 不是像 現在說 那個什麼 那個 金門 媽祖的炮戰 那些人 要給它賠多少錢 賠多少錢 賠多少錢 那不太錢 律師長 我們就要賠到 這個我們要做得到 六歲 六歲 要怎麼補償 這都要說 這如果我們 本土台灣人 也沒有寬意 參與 占領方的 選舉活動 所以這兩天 我看到 我們律師長 寫一個說 本土台灣人 如果去參加 這個 美鳳政府 中華民國的選舉 我們就看著 他就是中華民國的人 不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這要分的清楚 所以第三年 我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國際管理 就是說 正義美國日本 密切交往中 交流中 他 結構進行理論 美術的朋友 就是我們台灣的朋友 美術的敵人 就是我們台灣敵人 我們參 鐵俄西 所來無緣無休 參不高 水無勞 將來 他們 本於這個 兵頂 火灰原則 來建立這個瓣膏 如果沒有 靈福跟他 不要建膏 都不要來 你的人也不可以來 我們也不必要去 因為什麼 我們有我們的祖國 對啊 我們也不必要去 我們去什麼 去幫忙 那不是真的說 在那賺多少錢 多少台商在那 犧牲奉獻 這是不對的 我們把那些資金 拿回來 來建設我們台灣 這樣對 所以 這裡 這裡 我們另外就說 我們希望說 中華美國 早日 結束他在台灣的局勢 而已 看要去金門媽 就是南京 北京 南京 南京 旺北前 平和市是 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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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道 帖斷 企圖 企圖 不企圖 都是 國際法律 所不享 所不享 我們 tcc 將 地方 我們所有 北東台灣人 控制 那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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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規約來實現我們臺灣主題 臺灣主題之後 經過十年一年 三十年都沒關係 甚至五十年都沒關係 臺灣的社會特殊 政理特殊 跟經濟特殊 都在完整的時候 我們才來建立我們本土台湾人的國家 所以我們希望說 所有我們在這裡的學員 我們回去之後 會跟我們的親家朋友來做水平 我們了解說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策略 以及我們為臺灣用心奉獻這個精神 讓大家一起來 為臺灣的前途來打拼 這樣我講到這個地方 就來做一個結束 感謝各位 謝謝 各位不知道什麼問題嗎 有嗎 如果要問問題 就像這個 這是我所說的 來 如果我不會回家 我們秘師長回來了 好 來 大家 看來有話說什麼嗎 來 秘師長 要講幾句話嗎 來 秘師長 要講幾句話嗎 非常失禮 因為我為婚姻們的家人 掛倒回來 因為我知道我靠 不是我條工安排 所以我希望 拜託這個 就是我們的總理 給我代替這個30分鐘 不是30分鐘 一點前後再30分鐘 我今天要講的 和最近的國際局勢有關 你知道最近 美國 中華美國很難看 你可以看到美國的動作 長暗 台灣的時間 長暗 美國 會發 他的檢察官 選部 將劉杉杉起訴 把起訴 裡面 又發表 台灣地位的問題 他不說 為什麼 美國的檢察官 美國的事法單位 要將劉杉杉來起訴 而且這樣 又發表 台灣地位的問題 他講幾句話 很有趣 你聽得好嗎 他過去台灣人 包括這些中國人 包括中華民國民黨 建議員說 都說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美國呢 這邊要讓他很難看 其實 這邊劉杉杉的事情 我們民政府在八月份的 我知道 我在這個地方 有選佈過兩次 說劉杉杉的事情 但是我沒有這出劉杉杉這個人名 但是那個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 年代 要發生很重要的事情 美國在這個劉杉杉起訴的中間 說幾句話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點 他說 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說 豁免權 要他爭出豁免權 那如果這個豁免權 要有豁免權 劉杉杉杉要用什麼 A1 還是A2 這樣就有豁免權 外交官的豁免權 這個中華民國今天為止 他繼續騙台灣人 他說 我們在美國的外交官 都有豁免權 是正式代表 中華民國 還是代表台灣的外交官 的豁免權 其實劉杉杉他所帶的簽證是什麼 E2 E1 不是E2 E1 這個E1 有E1跟E2兩種 這個E1就是商業行為 E2就是 以商業行為要取得居留權 這是E1跟E2兩種的差別 所以早晚美國檢查我選擇 他說為什麼 劉杉杉可以在美國 掛名在台灣經濟辦事處的人員 他是用E1 同時是用美國 歡迎 教台灣 我們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的調緩 各位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就是我們要要求的喔 今天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就是我們要要求 因為 我相信他們都知道 這國的月底 還是後國的月底 我們民政府再一次 發動過送 過美國 為什麼過美國 要求停止選舉 你美國的檢查官 已經說 台灣不是主權的國家 中華民國不是主權的國家 我請問 既然不是主權的國家 你在選什麼 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西藏 的流王政府在印度 印度人 有去回家 選 印度的流王政府的總理嗎 沒有 中華民國流王來台灣 竟然叫我們台灣人 照他 中華民國的憲法 去回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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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只回家 我們還要交稅金 給那個孝順人 一票以前30塊 現在50塊 全世界沒有這種的道理 拜託我們去回家 拜託台灣人 假設說是中國人 代表中國人 去回家 給他們動算 還給他們錢 我告訴你 真的是中國人 去回台灣 去回家 去回家 來台灣人 不知道說 這裏的因素 到底在哪裡 所以美國 最近的動作 你不知道會怎麼看嗎 KC-135 加油機 很大隻 比747更大隻 那很大隻 在上山港路 有經過 中華民國的塔台運作 沒有耶 他跟你說 中華民國的塔台 跟你說 要載一個紅鴨 台灣人都相信 載紅鴨 叫一隻 加油機 非常大隻的加油機 那是人道 各位 要比較聰明 所以怕你 沒有要跟你說 叫你說 你就要去回票 我先不跟你說這個 你自己要去想 但是 黑熊總隊 80的行員 不能去回票 各位 你如果覺得說 本台灣人都要被他抓 我只要跟你說 彈水病做8檔 李定輝做13檔 這是都連續的喔 連續喔 13檔 還有8檔 21檔喔 21檔裡面有給台灣 導致喔 沒有啊 沒有啊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 是他們飯糠嗎 是他們無大嗎 都不是啦 台灣今天 今天要是美國軍事政府 簽領中 台灣這個土地有兩種人 一種是流氓在台灣的中國人 一種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所以 你 美國 在頂頂各位 跟我們台灣民進府說 我說 你如果不讓我台灣人 有賃款 民進府還要跟你告 你不能叫這個糕很簡單耶 在美國糕是很不簡單耶 要有錢耶 各位 我跟你們沒款 有嗎 沒有耶 我沒有 我沒有 我跟大家沒過款耶 這麼多錢 都要哪裡來 天會落來嗎 不會耶 現在大家是 只看人家 我們說要吃雞肩啦 好像很簡單嘛 但是這個上真的不簡單耶 這個裡面 就要考慮各位的想法 就要考慮說 各位你的思想 有給你打開了嗎 到今天為止 有的人也說 我們本來就是 從中國來 我跟你說啦 真的從中國來的人 實在是沒多啦 你不相信 你現在在親親親身份證的人 你去親 你給口天分 你自己回去看看 給口天分裡面 你就會發言說 你的祖先不是從中國來的啦 我跟你說 最近啦 我的家族 我的家族啊 你知道我就有老婆老母 還有阿公阿嬤 我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 一個地塞蕾 一個地刀蕾 啊 這邊 求金啦 什麼叫求金 你知道嗎 不是求求金 我沒什麼話說 就是 就是已經死很久了嘛 阿公阿嬤 要變成 要變成 肥腔啦 千分喔 要千分啦 我現在 我家裡辦好了 今天剛才辦好 我今天不知道 叫什麼東西 他打開 嘅 打開那個 戶籍藤本喔 清日本時代戶籍藤本看齁 雜母這壁喔 是平不足的啦 雜母的那壁喔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啦 我說實在 那不是只有我而已喔 我們這邊新陳文庄都這樣耶 大家都這樣耶 過去你看 現在你去新陳文庄有很多 這個 府 府政府說齁 把你調籃耶 你請要幹什麼 他幫你問耶 你會去騙的 有詞騙集團嗎 真的會幫你問耶 我沒有騙的 這就是老闆 他們上面有幫你交代嘛 現在台灣人開始因為民政的關係 自己去查你自己的出身啦 法官的議要 我們才發言說 要求我不是中國人啦 絕對不是中國人啦 西蘇你不一定知道啦 我用我作例就好了啦 看看喔 恍然大陸 所以我跟你說 很多那個夢拜上面都很假 國際你會怕的 但是真的 因為 我們那家人喔 那個公務喔 幾萬粒都要遷走嘛 我給我看 真的很多都假 為什麼要假的 要幹什麼 所以 美國人也知道我們這個團體啦 民政府這個團體啦 已經對台灣新粉的追求 已經非常深入 我要跟各位說啦 什麼叫做占領 既然你知道 大家已經知道說今天美國軍事政府占領台灣 你要知道兩點 重點 很重要 聽好 這是國際法裡面 所以 所有你特國際法這兩點如果不滿喔 那都是 國民黨交友的 第一點 占領不移轉主權 一百三公里依情 拿破崙的依情啊 占地為王 這個地方我接到 併吞 這個就是變得我的 但1830年 拿破崙時代以後啊 抱歉 占領 不可以併吞 占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你把占領 你將這個就要做這個地方 要把主動占領才要成立 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因為你會建政嘛 建政就是說我討厭你這個 這個國家嘛 所以我跟你建嘛 建一個 你建書 我就要將你這個政府 聽說是政府喔 改做 改做 新的這個政府 跟我這個政府 可以合作的政府 也不能將主權改變 所以占領不移轉主權 這是全世界一定要叫這個動作對做的 第2點 在那裡就說占領不移轉主權以外 還有一個流亡的政府啊 你不能就地合法 你如果就地合法 你像中華民國現在走來台灣 台灣就不是中華民國 他的憲法裡面 這個 會領土 他離開的領土 走來博為 成立政府 啊這個叫做流亡政府 啊你如果流亡政府 你就不可以就地合法 這就是阿扁李定輝 你一直要將中華民國 合法化 就地合法化 但不會是原因啦 李定輝 在 他要露台以前 有一陣子 他要將台灣新政府 把他廢掉 要廢審 羅面有廢審 沒有耶 為什麼 美國站出來跟他說 不准廢審 為什麼不准廢審 因為這個新政府啊 實際上就是 民政府啦 就是台灣民政府啦 台灣民政府的前身是什麼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啦 就是按照政政法 中華民國來台灣的時候 要先進一個叫做君署政府 一個民政府 這個君署政府就是 台灣警備總部 就是 君政府啦 還有一個民政府就是什麼 就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在1947年2月28日 發行1號 美國說你趕快把它變成 民政府 所以這個變民政府的時候 他才以1947年的6月1號 把他設立 台灣行政府啦 從這裡來 所以美國說你不能將 跟李定輝說你不能將台灣民政 台灣行政府給他廢掉 你最多可以什麼 動省 動起來 動起來你等什麼 等你台灣人角色啦 等台灣民政府啦 你今天來這裡上課 的目標就是這個地方 你要知道真相 這兩天啊 我相信你如果定義名字的報紮 這兩天的報紮 你給他看看 你給他看 你如果看有原文的 什麼你看原文 美國法官 檢察官 說流散散的事情 我老早 在三天前 中華民國外交往 一定要把他放 有沒有 你如果看到報紮說 一直要把他放 我就寫到前面 絕對不會放 怎麼會放 你就不是主權的國家嘛 你沒有豁免權嘛 你是定義什麼 這是刑事犯罪 你知道喔 美國這個國家 過去有黑奴 黑人做奴隸的時候 美國是恨黑奴啊 不是恨黑奴啊 恨這個 奴隸制度啊 恨之入股 你好大膽 你流散散競然 獎人家 當作露勒 啊不是只有露勒而已 跟人簽 要說一國的要給 一千兩百四十塊 結果給人家 五百九十塊 剩下七百九十塊 那個圖面的中華民國外交 不然說 喔沒有啦 他就貼這個 代表處 會簽的啦 公圖的喔 你如果貼代表處簽喔 你含你這個 外交官就有問題啦 啊現在過去他又發清了 不不不不是 那是流散散的事情 你自己看看 你看不到的鞭板啊 那天東盛的記者跟我們問 我說你們這些記者 廟下歪歪歪歪嘛 我說你不要叫 人寫 你叫美國檢查說所寫 你叫他給他寫出來 就對了 美國是一個叫法律的國家喔 張暗 新聞錄出來了 劉山山東法庭啊 東庭喔 拿八萬 空四十四塊幾個錢啦 你背對方啦 這就是認罪 沒有錯 啊不是人家就算了呢 啊不是這樣就算了呢 兩個呢 這個跟他們哭 頭前那個也跟他們哭 兩個呢 我跟他現在背一個 會抱歉啊 我沒有跟你騙 現在他算說要跟他背五十萬美金啦 所以喔 你要知道喔 美國的法律不能開玩笑 因為美國的法律不能開玩笑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才用法律跟美國說你也對台灣不可以開玩笑 各位 我們現在要還有兩個官司要再進行 第一個就是 顧美國的顧 國務院 顧美國國務院對一條 你劉球啊 當時託館的時候 你劉球 要去國外理性 要去做生理的 你發一個USMG 琉球的USMG 琉球的美軍 軍事政府 的護照 給劉球的人 讓他們拿那個護照去出國 我們台灣拿什麼東西 車連牌 阿扁嫁後再加一個台灣 各位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嗎 絕對不等於啦 所以 你參加台灣民政府 你不是參加新生的呢 你的心智啊 我要說心智是什麼意思 你的內心跟你的地位啦 如果沒有堅定啦 我放你不要參加啦 因為一定會讀到說 我們要跟美國正式談判的時候 真有可能在做國會 讓我們推到 你去跟美國談判 你跟美國談判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你來想 你去看 美國議員跟你認定說 你有支持美國 支持我們現主席 民政府所做的才的工作 不是說一知半解 其實如果要一知半解 我放你說 不要來 你如果說真真正正有心要替台灣做工作 你一定要去看看 因為你最兩隻口 你就跟我說 喔我比國際法來撲數更加撲數 不可能 所以我常在跟你說 不是我要 說叫你買取 不是你的意思啦 但是你如果要Facebook 要網路的 你要去網路 要去看 甚至要 起來跟人家答辯 你如果跟人家答辯 兩三次以後 我跟你保證說 你的 清楚 你的論述你就清楚了 這樣不清楚的 直接你讓人家答辯了 你看外面 現主是全台灣的Facebook 這些group 我感覺說台灣 現在已經超過一半以上的人了 知道台灣民進府 有很多人要問 什麼叫做軍事佔領 我在 早上有跟各位說過 當美國如果選擇這個地區 全機不能飛過 就是代表 空中軍事佔領 美國如果選擇這個海 你不能走來 海洋佔領 軍事佔領台灣 隨時隨地 5分鐘還是1點前後 美國的飛機能到達 就是軍事佔領 所以你不能 剛才這樣想說 就要有軍隊站在那 你就看到他帶鋼蝠 就叫軍事佔領 No 不是 美國已經把我表現幾個次給你看了 八十幾個時候 一生機飛來 降了 現在那個女兵還給你 他的臂張 這個 這個 台灣人看不見 但是有的看不見啊 受過分都看不見啊 如果看不見 奇怪那個女兵怎麼說 他那臂張是要做什麼 跟你說 我軍事佔領你們啦 所以各位 天使一百三十五 在土方港路要做什麼 舊油啊 是很重的 舊油來浪窄 裡面就要放坦克車 也可以 你會說 中國那麼強要怎麼 你如果腳腳要說強很強的 我告訴你你就太落伍啦 中國所有的軍隊裡面 大學比起來幾個你知道嗎 五百個 五百個而已而已啦 中國要說建政喔 都要扣人桌啦 我告訴你 台灣海峽喔 你幾萬人要添下去喔 都沒看到 真的啦 戰爭已經是 今天美國又發表一個 你看有沒有 超音速 無人戰鬥機 美國的軍事武力 我可以跟你講 尊救在全世界 鐵渣人六十年啦 你用的手機 你叫它說這大進步的嗎 手機你開始流行的 以前三十年了 美國軍方就在營了啦 它是營營的 不要營啦 這拼出來給民間去用啦 各位 要過很多事情 你不是看到那隻航空無感嗎 現在我們說沒看到 又沒看到 塞航空無感 竟然掏錢 要是在那裡拖車 拖準啦不是拖車啦 把它拖出來 冒著黑煙 出來洗一臉 讓你回去 補著想 喔喔喔喔喔 我們中國有航空無感了 開心喔 現在我們沒看到 我早就有跟各位說過了 我上次我有說 現在頭上去通常你知道嗎 切屏啦 啊怎麼切屏 因為 在這裡航空無感 裡面沒有引擎啦 因為 烏克蘭要賣給牠的時候 都爆料料啦 破壞料料啦 變成沒有動力 啊 香港無感 那個引擎要爭啊 你已經到好要爭 可以嗎 不可能啦 因為完全 他跟他說要做什麼 海上旅館啦 現在頭上還在拖開啦 我跟你說他拖開也可以簡單啦 他要夾起來有困難啦 他沒有那個技術 我跟你說實在我不在開玩笑呢 那個鐵棒喔 他沒有那個鐵板啦 這隻航空無感 你聽我跟你說 2000017年以後 這裡可以 這裡可以出現啦 2000017年 台灣民政委已經成立幾年了啦 你中國 要做朋友沒關係 你不當朋友 我說你去美國對付就好 今天 中國的問題什麼人要替我們解決 美國啦 會聰明喔 你現在越來越聰明喔 你這隻舌頭要去嘛 你不用說 自己剛才 你一千幾個 那個飛彈要撤銷 不用不用不用 那個美國的事情 他對台灣頂去對美國一樣的 一邊一國另外叫做中國 我們這邊叫什麼國 美國啦台灣 一邊一國 一邊叫中國 一邊叫美國啦 啊我告訴你 說美國人頭怎麼夭壽好 台灣人是夭壽亡 美國跟他說 我沒有租款 大家都聽不到 奇怪 你不是 你占領嗎 啊占領就有租款嗎 啊我告訴你啊 占領不移轉主權啊 所以台灣這個土地到底是誰的 日本啦 要說你美國你也拜託 啊你上課都不好 欸你去本體會了嗎 這樣我會強迫你 我沒有跟你騙 日俗美戰啦 只要說日俗是不行啊 不通喔 我先跟你說喔 美戰又加下去喔 我跟你說啦 美國拿來我們的後面 這叫做 虎夾虎威啦 啊 後面對中國你搶聲喔 你當你搶聲 後面什麼人出你出面 美港嘛 你那麼傻 你自己出面要做什麼 後面那麼大聲 自己抓出來嘛 我們雖然現在顧美國 所以我說台灣人要求 頭腦好 沒見過啦 你聽我告訴你 主題啦 主題就好了啊 不用叫水金不用做兵 一個月還有很多錢給他 什麼人要健康 我相信在座 你若要跟我騙說 你好 要健康你愛國 愛台灣 不然沒有一個 我不跟你騙 所以現在台灣民主要帶我們大家 要走這條路 要讓我們的後代 驚驚孫孫 英文的父母 你說好不好 好 好 什麼可以一轉租款 流氓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各位 十二月二十 到日時 四晚五天 在座各位 我不知道 可能我們這裡都新的 你沒有參加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 這是歷史的一節 你若有期間 你要去 因為這邊去 看這個時候 日本的政府 日本的主民黨 日本的民主黨 民主黨這幾個 主民黨 他們這個政府這個官員 大家都要認民政府這個官員 因為我們講 我們的總理 我們的主席 要帶所有的內閣格僚 日本人說格僚 內閣的格員 要去 所以每一節的都是格員 這邊去 大家想一下 參議員 總議員 要跟你換名片 所以說他你要去 當然 五天四晚 沒燒 晚上也沒鬼 你看看 同樣12月 Christmas的前後 日本團 如果六天五晚上 六萬五 我們這裡多少 三萬五 還要為雄三出販 雄三出販 可以減兩千塊 加兩千塊 這樣三萬五 那是怎樣 因為 那個李英審說 我也是台灣民政府的支持者 所以他沒有給你賺錢 所以我也要鼓勵 我跟日本 靠大公 150人要去了 我都怕到了 靖國神社的府省人 還要給我擺 哪有 哪有這種團體 台灣民主 不要聽過 上個禮拜 我們的代表 去到那裡人 一起跟他們說話 五十幾個 政黨的參議員 眾議員 大家都聽到 都開開開 蛤 日本都有台灣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的代表跟他們說 你現在知道什麼 你就是中華民國是台灣 還說這樣我們就 幫忙之後不對了 我們幫忙李政緯錯啦 李政緯是中華民國總統 當然就是中華民國總統啊 你們黑白幫忙 黑白官職啊 他們說應該不對了 其中有一個人跟我說 我去日本 用Skype 他跟我說 我管給李政緯先天五億 沒辦法都不會成功啊 弘家命當你是怎麼成功 你要台獨 你要向鄉山民選擇 你如果要選擇 你選擇 美國說了嘛 台獨代表戰爭 這個進行為什麼要打你你知道嗎 不是中國啦 中國沒有那個腳争啦 美國要把你打了啦 我真命中 你要革命嗎 所以美國一方面真氣 但是他看我們不會去 我跟你說 你台灣人 根本什麼人你就搞不清楚 但是好處在 我們現在台灣民政有 我們有這頂 現在我們這頂有差不多一千兩百個 包括在座都是 本來是十幾個 十幾個人而已 現在有一千兩百個 這一千兩百個 他說不用坐啦 不用說全台灣大家 像親像民進黨 有100萬人 50萬人去市委啦 各位 民進黨跟你笑 說我們都不夠合作啦 不夠團結啦 所以他都選不住啦 我跟他說 台灣人不夠合作嗎 二禮拜的時候 200幾人去 手牽手啊 每一次你如果 叫我們去市委 都50萬人 100人去 100萬人去市委啊 啊有效嗎 沒有效了 走走走走回來了 腳是貪得不死了 帥還關錢 我跟你說我學生一代 當晚 我不是公開嘲笑的 那個人我要特見中 聽到很爽的 喔喔 關喔 那快就關喔 關我發現說 唉啦 這裡沒錢 用走路的回去 我是那時候 熱衷到這種程度 從那時候走路走走 我說那路都是北京 沒有什麼 不對方向嘛 你對中華民國 你說什麼 你說那位 甘粉含 吹就不吹 你會像什麼人說才有效 美工嘛 原有頭再有主嘛 什麼人跟你占領 美工嘛 美國才拜託中華民國 來台鐵美國來占領 所以要跟中華民說算是不用錢罵 跟美國算是也不用錢罵 先跟各位贏 隱均互旺 給他這次 要跟他打喔 日外再來打 2 ju bat要打拚嗎 唉 台灣人做兩年兵三年兵要打拚 琉 我要進發起要拿嗎 唉 很多 但是現在他才說 我 說起來最好的這段 我會説到你 dona援妄 所以我跟大家說 這些美國的政府 好 客廳我先要向中華民眾議員 我敢這樣說啦 雖然還要五十幾天 在選他流亡中華民眾的總統 但是我跟你說 百分之八十 我一個預言給你聽 會停止選舉 打拋啊不好啦 你回去也是回票啦 好 你不能交往 那個新聞情不好啦 我們的新聞情影響下來 你有聽他講嗎 你有跟人家照來看嗎 有喔 這不是這麼說的喔 月底11月30號 會透過AIT的外交文件上到台灣 這份新聞如果拿到 這副總理的啦 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人家找他看 我不知道 這份啊 我跟你說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蛤 長壁 待會兒給他拿去 我跟你說 這份喔 波多黎各 你聽清楚喔 波多黎各是美西戰爭 以後西班牙掛給美國 波多黎各的人 也有新聞情 他們用新聞情不用負責 直接 入美國的海關 我跟你講坦白會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代表 跟CIA告訴我 新聞情如果發給你的醫療 他會要求說 讓我們用這份新聞情進去 這個新聞情你沒辦法嫁啦 我跟你說 這作為何精釋呢 要看就要用放大證去看 你看這個標明上要有一個IC版有 你怎麼看不到 裡面要還有兩顆IC版 看不到 你根本含價就沒辦法價 所以 美國有在做 但你台灣人看不到 很可惜 雖然你國威在這上課 台台 兩天而已 三天啦 說兩天是比較過的啦 你就會有人說我在這睡覺 在鏡頭頭就要 你又要睡兩天 我睡三天啦 睡兩天啦 三天啦 但我相信你們想的一定有價值 所以 你呢 因為 上這兩隻口 沒辦法 讓你知道 所以以後 你每一季的 如果剛才在這個禮拜 的時候 你怎麼再來 因為每一季的禮拜 會到時點半 我會說 最新的進度 讓大家知道 最新的 和美國 冠西國方面的進度 現在冠西已經 三萬塊的美金 已經開了 美國 馬上我們的律師會拿出來 這邊 請了一個 很大的 很大的 美國的律師 經過一年的研究 要去顧美國 剛才解釋 我們台灣人也說 你怎麼有可能顧美國 你看 兩千空兩年 十月二五 二十年 我帶兩百一八的人 當然不是我的國路啦 大家都有出籍嘛 這兩百一的八的人 去顧美國 我們很好啊 得到四個結論 台灣人沒有國際 台灣沒有國際 政府 政府 台灣這名生活是 政治的連隔 因為台灣人 六十六年來 受到這種的荷蘭 所以在美國的 行政單位 我們要 要替 這些 原國 來幫忙 所以 七月切施 美國會讓我們去 華盛頓第一次設辦公室 現在要再一個 當時第一 華盛頓第一 去設立 台灣民政府的基金會 九月設備 讓我們辦一個集會 一百八十的人來參加 各位 劉珊珊的四驚以後 要還有一驚 十二月會發生 我們大家好好期待 越來越處理 這場戲 越來越好看 所以 因為今天 因為我沒在 國際 因為三點半 如果沒有去協商 稍等 有的要坐車 要回去南部 再來 十二月切施 十二月切施 拜六 要去日本的人 只一百幾個 都要來 要省錢的說明會 當時 那些社長 那天應該會好 會分給大家 我是 在做各位 你們如果 十二月二十到二十 你有時間 我真的希望你去 要去做什麼 去交朋友 去買一些 獎議員 參議員 別說 只有 我們這個幹部在 打招 大家都要來打招 過去 國民黨在 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大家沒有機會 現在你有機會了 機會放在你的頭前 你自己要去拔 不管你多忙 我相信這幾年 你一四天 可以去忙 但是這五天 你不能忙 你要去 而且呢 我會貼你印這個名片 列文也都有準備了 去送給他 我們真的需要 日本人來做朋友 所以 我在這個地方 最后這幾個 這幾個 這幾個 會記得你是多十九次 這非常重要 你不能看你十九次 我們幾百次的時候 你說我十九次 很討厭 這幾年 今天呢 最后要送到這個地方 待會 要去市場的執政 這個椅子 要把它拿到上面 人家要拔手 才會方便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要勞力來問也沒關係 甚至呢 這個名材 後一到大後人 那些牧師 因為牧師禮拜都不來 所以特別拿牧師 20次牧師 要開一個 開一個班 讓各位知道 那個旗艦 我們有三幾的旗子 各位 那個老英 我保證你外面買 那個老英頭 我們這邊要拿去日本給他店舖 因為只有美國的內政沒有 跟我們現在有 那老英頭 你如果覺得你有需要 你可以去跟那個 陳小姐買 那是老英頭是我們第2個學生 學員 去去copy 義母義母 不過呢 他copy是縮家 這是 黨的 當然黨的有黨的價格 縮家給縮家的價格 你如果沒找的 我還要拜託你一次 你要去買找 真的要去買找 你不要說 country佈資 你想說這樣 親子這樣拐就要拐給他 不可以 不通 來 感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起立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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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